嘩!这部 这个我们有个名字给他 刚才我们说男人很少能控制到 这个可以定为 这个相机是什么?一指定江山 一指定江山 为什么?因为这部相机 先开开 给大家看一下 你出去吧 这部相机 它很厉害 这个是NX Series 最新Samsun出的 一个NX Series的相机 我们需要知道 任何在拍什么 我们有一个按键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 即是Preset 你现在在用什么光圈 要教到多少?白平衡? 我要转什么平衡? 要闪灯? 要什么场景? 按这个按键就可以展示出来了 我再按一下 如果你要教的话就靠自己左边的 其实这件事不是解决到很多 很多聋友使用那些所谓的 专业相机 是的 其实专业相机 是比较复杂的 这个有专业相机的功能 但是它方便得到 就是用一个按键 可以控制 需要什么资料呢? 在一个屏幕里出现的 只按一个按键就可以搞定 但是如果是传统大的 SLR 专业相机 它就要看着枪 又要搞这个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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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看着这个按键 有很多按键 这个就比较简单 就是给一些专业的朋友 再方便很多 如果人家说专业的朋友 这个相机 其实有一件事 其实它是很厉害的 因为基本上它也是 换得镜头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满足 我觉得有时候有些聋友拍照是漂亮的 但是唯一有一个最大问题 有时速度 设定慢 没错 但是它最大的 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它特别的这个就是最大的感键 它开来给大家看好 就是这个镜子 这里 感键可以脱给大家看一下 我学会了 这样脱一脱的镜头 感键就是里面这个 特别大的 比起上次我们以往其他牌子 SAMSUNG做得优性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特大的感键 那SAMSUNG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那么大 有什么那么好呢 感应这个影像 光 光 色彩 没错 而且它的屏幕 你看到很特别的 这个屏幕很厉害 LED屏幕 会不会好 OLED OLED 特别是微型的 你看到现在那时候 最初出的 有些公司说 未来的电视除了LED之外 OLED 简单一点 北京奥运 那个卷軸 就用了OLED 对 其实这个屏幕又光又薄 对 它用了这个科技 但是这个屏幕很好 又是三寸 它的屏幕是14万像 14万像 那里面 我觉得最好 最简单的就是一指定江山 这个一按键 一按键 所有的资料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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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显示一下 现在需要什么场景 什么 在这里 就可以展示出来 按一下 好 那不如说一下价钱 好 价钱好多了 震撼一下这个 我真的不相信 这个机架是减300 原价是599.99 如果今天一减300大家明白 又是一坎一半 一坎一半 299.99就买到了 哇 这部真是 这部真是 考虑一个 上次我记得有另一个牌子想买 两个字每一个 等着一个朋友要我买给他 我觉得可不可以找这个代替呢 各有千秋 这个是Samsung NX Series 刚刚出来的 唯一就是SENSING SENSING 特别大 一指定光三指定 我觉得这个很UserFriend 对啊 你用的时候很漂亮 还有一个最新的科技 OLED 屏幕 哪里有 好 今天这个 懂电器懂帮你省的 超级 超级抽价 因为秋天就来了 599.99 减300 就是299.99 就买到了 超级抽价 OLED 屏幕 哪里有啊 没有了 没有了 好了 就只有 设计电器 设计帮你省 记得来 那上去网都可以了